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 它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 它的经历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 从邻居处移树苗 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 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 说他们打得井出了水 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时 他会欢喜地像孩子般跳起来 他看着道经历的挺直 在微风中摇曳 或是望着沾满低鹿的精 在月光之下闪动 如串串的明珠 他感到得意而满足 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 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 在较高处他种麦子 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 麦苗出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 如果打算丰收 必须让出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 等东进春来时 再出生的麦苗才能茂盛 等他小麦丰收 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 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 是潘九尖 郭药师 庞大夫 农夫谷某 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 跋扈霸道的婆娘 常和丈夫吵嘴 夜里像猪一般啼叫 黄州太守徐大寿 武昌太守朱寿昌 也是对苏东坡佩服的 五体投地的人 再有一个是马孟德 始终陪伴着苏东坡 而且非常忠实可靠 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 非常信任他 崇拜他 现在该陪着受罪 过穷苦日子了 苏东坡曾说 他的朋友跟随他 而想发财致富 那如同龟背上彩毛之毯子 他在诗里叹息 可怜马生痴 至今夸我贤 四川梅州东坡的一位同乡 一个清贫的书生 名叫曹谷 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 私塾的老师 东坡的内兄 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 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 第二年 紫游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 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 根据紫游的诗 对方从来没见过他 就答应了婚事 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 其中两个是道士 不但深信道教 而且是咸云野鹤般四海遨游的 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 紫游特别介绍其中一个去见苏东坡 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 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常客 第三年 师僧参聊去看东坡 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 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造 当年苏东坡少壮时 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 终至交恶 陈造住家离齐亭不远 东坡去看过他几次 陈造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 由于一个文学掌握 陈造在中国文学史上 以巨内之辟而名垂千古了 今天中文里有 继常之辟这个典故 继常是陈造的号 陈继常这个朋友 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 苏东坡在一首诗里 拍陈继常的玩笑说 龙丘居士亦可怜 谈空说有夜不眠 胡闻河东狮子吼 主杖落地心茫然 因为这首诗在文言文里 并嗓门很高 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 直到今天 狮子吼还是指叙叙不休的妻子 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 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 在他的一首诗里 他说妻子很贤德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 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 凌虐丈夫 虽然长子苏迈这个时候也能写诗 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 晋朝大诗人陶钱 也以忧伤认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 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 自己何必多管 他说天意苟如此 且尽悲中悟 大约在这个时候 东坡收昭云为妾 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 在杭州买昭云时 她才十二岁 按照宋朝时的名称 我们可以说她是苏东坡的妾 妻子的丫鬟可以生而为丈夫的妾 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 如此一个妾 无论在哪方面 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 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 比如准备洗澡水 妾就比一个普通丫鬟方便得多 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 昭云现在已经长大 天资极佳 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她 在苏家把她买进门时 有些人作诗给她 就犹如她已经是个 富有才艺的杭州歌迹一般 但仔细研究 则知实际并不如此 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 昭云是来到苏家 才开始学读语写的 佩服苏东坡的人 都对昭云有好感 昭云是当之无愧的 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 始终随事左右的便是昭云 在公元1083年 昭云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顿儿 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 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声 为怨我儿 鱼且卤 无灾无难 道公清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 也乐于自己做菜吃 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 根据记载 苏东坡认为在黄州 猪肉极健 可惜富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 他颇饮为汉室 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 极为简单 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 用文火炖上数小时 当然要放酱油 他做鱼的方法 是今天中国人所熟知的 他先选一条鲤鱼 用冷水洗净 擦干之后 撒上点盐 里面塞上白菜心 然后放在煎锅里 放几根小葱白 不用翻动 一直煎 拌熟时 放几片生姜 再浇上一点咸萝卜汁和一点酒 快要好的时候 放上几片橘子皮 趁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 叫做东坡汤 这根本就是穷人吃的 他推荐给和尚吃 方法就是用两层锅 米饭在菜汤上蒸 同时饭菜全熟 下面的汤里面有白菜 萝卜油菜根 芥菜 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 放点姜 在中国古代 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 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 热端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 但要留心 默使汤碰到米饭 这样蒸汽才能浸得均匀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 他觉得自己的生活 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钱的生活 他对陶钱极其佩服 陶钱也是因为任彭泽县令时 上面来官员视察 县力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 陶钱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 随即辞官不作 归隐农丧 苏东坡写过一首诗 说陶钱一定是他的前身 这种说法如果出自一个小诗人之口 未免狂妄自大 如果苏东坡说出来 只觉得妥当自然 他越读陶诗 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 在器官归隐时 陶钱写了一篇诗 归去来西词 只可惜不能歌唱 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母耕作的感想 把归去来西词的句子重组 照明歌唱出交给农夫唱 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篱笔 手拿一根小棍 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起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官思想的安慰 在雪堂的墙门上 他写了三十二个字 给自己昼夜观看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 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 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 后来他被贬折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穷崖海岛 当地无衣无药 他告诉朋友说 每念经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 于坡自庆幸 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祸 心中欢喜 他写出 苏东坡现在穿衣吃饭能够自给自足 心满意足 他今天能够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 是那一片仁爱心 当年在他所住地区 溺死出生婴儿的野蛮风俗 最使他痛心 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 太有价值 并不是因为文词好 而是内容好 英国十八世纪作家斯维夫特 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食 并说此举是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 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 我常常纳闷 他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斯维夫特是当笑话说的 但是这种恶劣玩笑 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 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 刚一听到这杀鹰恶俗 便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 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 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 读书人吴某担任会长 救儿会向妇人捐钱 请每年捐助实民多捐随意 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 吴某掌管此钱 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 主管账目 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 他们如果应允养育婴儿 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 苏东坡说 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 该是心头一大喜事 他自行每年捐出十民钱 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 只要人道精神在 宗教即可在兴 人道精神一死 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 黄州也许是一个肮脏的小镇 但是无限的闲暇 美好的风景 诗人敏感的想象 对月夜的清新 对美酒的迷恋 这些合而为一 便强而有力 事已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 庄家已然重赏 没有金钱财物的烦心 他开始享受每一天带给他的快乐 他有一群朋友 像他一样 可以把时间自由运用 而且还在一方面向他 身上金钱不多 身边空闲不少 在那些人之中 有一个奇特无比的李延 如果不是苏东坡笔下 记载他的税量之大 后代便对他茫然无知了 午饭之后 朋友正在下围棋的时候 李延到躺椅上一躺 立刻睡着 下了几盘之后 李延放个身说 我刚睡了一回合 你们炸了几回合了 苏东坡在他的炸记里说 李延在四角棋盘上 用一个黑子独自作战 这样的生活真是睡梦风足 苏东坡觉得 欧阳修的这首七诀 描写得最好 夜梦吹笛千山月 陆岸迷人百种花 其霸不知人唤世 久兰无奈客思家 苏东坡在农舍雪塘和城中林高亭两处住 每天两处往返 那不过是一里三分之一的一段肮脏路 却大概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 在过了城镇中那一段小坡之后 就到了黄泥板 一直通到起伏的丘陵 那个地方像四周一望 似乎全是黄色 只有树木苍翠 竹林碧绿而已 苏东坡曾在徐州建有黄楼 现今住在黄州 日日横过黄泥板 而后达到黄岗的东坡 他已经脱去了文人的长袍 摘去了文人的方巾 逮穿农人的短袜子 好使人不能辨识他士大夫的身份 他每天来往走这段路 在耕作之辖 他到城里去 喝得小有酒意 在草地上躺下便睡 直到暮色沉沉时 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 有一天 他喝醉之后 写出了一首《流浪汉狂想曲》 名之为黄泥板词 但是他和酒友的夜游 却引起了有趣的谣言 不但在当地 就连宫廷都知道了 也幸喜饮酒夜游 这种生活才使他写出了不朽的杰作 也有诗 也有散文 他那篇牛肉与酒的一篇小文 记得就是一件 异乎寻常的荒唐夜游行径 当代有一个人说 春草亭位于城外 由这篇文字足以证明 苏东坡喝丝酒杀羹牛 在城门已关闭之后 乃醉醺醺地爬过城墙而回 难道纯臣也是个荒唐鬼 又一次夜游 他可把太守吓坏了 他在江上一个小粥中喝酒 夜晚的天空极美 他一时兴起 唱词一首 第二天 表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 写了这首告别词 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 这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 他大惊 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 不得跃出他的陷阱 他立刻出去 结果发现苏东坡还没有起床 憨声如雷 仍在憨睡 这谣言也传到了京都 甚至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第二年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谣言 苏东坡过去就在胳膊上患有风湿 后来右眼也受到了影响 有几个月他闭门不出 谁也没有见到他 那时散文大家曾拱 在另一省死亡 这时又有一个谣言传开 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 两个人一同御楼覆照 同返天庭了 皇帝听说 向一位大臣询问 那大臣是苏东坡的亲戚 他回奏说 也曾听到此一消息 但不知是否可靠 那时皇帝正要吃午饭 却没有胃口吃 叹了口气说 难得再有此等人才 于是离桌而去 这消息也传到范震耳朵里 他哭得很伤心 吩咐家人去送丧礼 随后一想 应当派人到黄州 打听清楚才好 一打听才发现 传闻失实 都起因于苏东坡 几个月闭门不出的缘故 苏东坡给范震的回信里说 平生所得悔育 皆此类也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 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 这种变化也就表现在 他的写作上 他讽刺的苛刻 笔锋的尖锐 以及紧张与愤怒 全已消失 代之而出现的 则是一种光辉温暖 亲切宽和的诙谐 纯甜而成熟 透彻而深入 如果说哲学有什么用处 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 在动物之中 据我所知 只有人缘能笑 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此一说法 但我信而不疑的是 只有人能嘲笑自己 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 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 也犯人所犯的错误 也有人具有的弱点 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 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 则绝不会如此 因为他们太完美了 我想如果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 称之为沦落的人类 唯一自救的美德 该不是一美之词吧 我认为沦落的人